孙岚78岁 两个婚姻 退休金2300元 住房面积49平米 孙阿姨19岁的时候 稀里糊涂的就嫁给了 比自己大10岁的前夫 婚后如同家常便饭一样的家暴 让孙阿姨苦不堪言 好在老天爷对她不薄 在她历经坎坷把婚离了之后 终于遇到了一个 能给她安全地保可以依靠的人 我后来又找一个 找一个在这儿养家 这房子她给我扔开的 她说她接着来要谁来要 我没给她说 我谁也不给 我老伴对我推好了 我找这个还跟你这个还不一样的 我找的是剪破烂的那样 我都没嫌过 起呗算呗 就像孙阿姨说的那样 自己当初并没有嫌弃过 老伴剪破烂的脏和穷 同样老伴也给了孙阿姨 渴望依旧的温暖和关心 两个人相互依靠着 一起度过了十多年的平淡日子 去年老伴因兵去世了 又留下了孤孤单单的孙阿姨 我们这岁数跟你们电视顶上的那个 五六十岁那个不一样 听着吗不一样 我们只要说是这么大岁数了 就这么点时间了 我们能过一年过一年 能过二年过二年 然后过三年过三年 过时间长了呢 是我们俩的福气 听闻闻了 欢欢乐乐的 你也别说你不知多少 也别说你多房子 我不吐息那个 我不要那个玩意儿 你给我了我 你那本不了我 我懂啥用啊 闺女啊 我说这不对吗 不要 只要她喜欢我 跟我俩一心一意 你跟我俩一心就行 我太孤独了 太没趣了 我想 我想有个伴儿 老来伴儿老来伴儿 老了只想身边有个伴儿啊 虽说孙阿姨鼓足勇气 迈出了这一步 可是在她的心里 却始终有一关 怎么也过不去 就这丑 人家相不中我 可是你听我说 好 闺女 我吧 最大的优势就是 善解人意 我吧 知情知热 我的性格 你们没处不知道 别跟她说 看表面 她相中的那是她的福气 相不中的是 后悔去吧 本来内心就不是 很自信的孙阿姨 一听说马上就要相亲了 这心里啊 顿时就七上八下的 忐忑极了 非得拉着红娘啊 给她选一身漂亮的衣服 别看我找俩老头没有爱 不知道什么叫浪漫 不知道什么叫爱 懂吗 我知道 对 你没体会 没事 姐 我今天表我肯定跟你好好讲 那个说 人真的是很好 我没说 你看我还不说的 问题关键 她只要她喜欢我 真心喜欢我 她走大了 咋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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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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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晚上回家了 我这时候说不话你笑啊 晚上回来 哎呀你回来了 那可能是你呢 那个叔叔 那个叔叔好像 没事 明天我可以 爱心爱心的 不是 她吧 就是说爱浪漫 不爱浪漫 就是这是一种爱 这个东西看你们俩处了 78岁的孙阿姨 谈起向往的生活时 立马就变成了一个小女生 应孙阿姨的强烈要求 她说相亲前一定要先把自己最丑的那张照片拿给对方看 她可不想发生两个人见面后 男方转身就走的情况 一周没见了是不是 我之前是不是说了 我说大家拉过狗的是不是 我说我这周 我还会再给你介绍一个阿姨 对不对 没事说 别那啥 我不说了吗 我没有负担 我跟你承诺了 下周我继续给你介绍 拉过我说 拉过 邹丹79岁 丧偶退休金2900元 住房面积73平米 眼前的这位叔叔不知道大家伙还有没有印象了 就是家住公主岭 每周坚持两次游泳 同样爱好唱歌跳舞的邹丹邹淑熟 上周红娘给她介绍过一位阿姨 细情咱就不多说了 总之上周的相亲没成功 红娘这周信守承诺 为她安排了第二次相亲 阿姨说的她一定要让把她所有的事情全都跟你说 然后一定要给对方要先看看她的照片 然后你要能接受呢 她说再见面 我觉得跟你俩还挺有点像的 戴眼镜瞅瞅 好好瞅瞅 行 同意就行就见 这是一等的 你会找二等的 二等的三等的 马上降吧 上次我给你介绍那个你说算一等的女人 这个你停一下一下 你觉得她算几等的 二等的吧 她算二等的呀 没有那个好看 见见的 那我就把阿姨领过来 你见见行不行 好不好 孙阿姨一直担心的演员问题 周述这边已经给了完美的回答 两个人年龄相仿 兴趣爱好也相投 希望今天的相亲 能让这两位孤独的老人 彼此都能找到合适的伴吧 孙阿姨自从知道 周叔看过照片后 同意见面了 自信一下子就回来了一半 再加上知道周叔同样喜欢唱歌跳舞 孙阿姨赶紧带上自己的设备 准备今天去以歌会友了 阿姨 大了 我再一会儿就下车了 你前来没来过孤独岭 我没来过 我不告诉我 我哪儿都没去过 哪儿都没去过 长城市咱也没出过呀 没有 今天真的 我来你好好逛逛 孤独岭一日游 我没告诉你 我哪儿都没去过 我不告诉我孤独岭 哎呦妈 太好了 我来到这家子 我都不想回去了 我没听说孤独岭这么好 我已经把你最丑的这样照片 你认为最丑的这样照片给叔看过了 叔说行 叔说根本就不像你想的那个样子 所以我说我一直不知道你不自信在哪一块 这回咱不用想了吗 哎 你最丑的照片 叔都觉得像牛了 那咱本人就更不差事了呀对不对 所以说咱自信一点行不行 行 好不好 我还担心你回头万一再敲鼠啥的 是不是 妈 就是拿着的 谁不拎的呀 拎着呀 那我来我跟你拎着 你们都拎的吧 这地方是太美了 我说我都不想走了 都不想走了 我太高兴了 不是 姨姨 咱今天 不是 真好 太好了 不是 咱今天是来相亲的 我从心里说出来 不是来旅游的姨姨 我来玩了 姨姨 你听我说 咱今天往回收 咱今天是来相亲的 不是来旅游的 一会儿玩开心了 把鼠的事给忘了 刚刚盛开的花朵 明媚的春光 初来踏青的人群 猪到公主领的四阿姨 都有点乐乐不思蜀了 所以说领领呢 真有点 没事的姨 咱也别紧张 鼠也是 也紧张 你俩一会儿都紧张 这可咋整的 走走走 阿姨来了 我都给你看到片了 能不能看出哪个事啊 看不完 看不到 这个也好巧了 戴不在口罩了 下周那个 就是也是寄个蓝美金 是不是 蓝色金 今天的阿姨 也可巧了 也寄个蓝色金 是吗 那没有蓝色金 哪有蓝色金 这边 这边 来 别紧张了 阿姨 别紧张 那我先介绍一下的 这个是孙蓝阿姨 然后这个就是邹 邹 邹叔叔 好了 叔叔见面 多多照我 两个人见面后 让我们意外的是 邹丹并没有像孙阿姨之前 一直担心的 会觉得她长得丑 反倒是孙阿姨 对邹叔的外表 挑剔了起来 为啥叔叔要把你 遇到这个广场这块 就是叔叔喜欢跳舞 也知道你也喜欢跳舞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俩人跳跳 能不能找到一点 默契啥的 你不当老师的吗 不要 来吧 这次就交给你了 明白吧 你别愣断 不能愣断 默契啥你咋过来 这不给你信号的吗 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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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在强盛一个 北京一个 你跟强 就 跟强现在也是没人 跟我一样 嗯 也没意思了 也想找个老伴儿了 就是基本 太孤独了 找个说话了 找个干仗了 对 那我不会打仗了 不 强主也没人 强主我也不会 哎呀 哎呀 我不就是 央队哥呀 一行吗 这不是吗 不 我不也得搁屋吧 孩子们有是有 离得太远 来不了 就我自己 自己吧 搁屋吧 就是唱 溜达 玩 是 这就叫啊 有缘千里蓝天辉 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 是不是 你又造公主岭了 是不是 从来没有出过长春的孙阿姨 更是从来没有想过 在眼瞅着马上八十岁的时候 以相亲的这种方式 在公主岭遇到了邹淑 天秘蜜 别看我找俩老头没有爱 他只要他喜欢我 真心喜欢我 他走大了 他还在看老爸了 他走了 你看 马上回家了 我这时候说不话你笑 晚上回来 哎呀你回来了 姨爷多少年 没坐过自行车后座了 这可有年头了 多少年 好几十年了 好几十年了 心里一直对爱情抱有冲顶的孙阿姨 在遭暑的自行车座上 慢慢地找回了一点年轻时的感觉 我这走 那可不你先走上你家吗 我说 好了 整个也挺好啊 你七十多年 看着是不是可宽住了 有的 那肯定的呀 我这是他那个吧 以前的房子没有供摊面积 不像咱现在住的楼 又有供摊面积有啥的 你看 我还欠人有数 哎呀有数 你还欠人啊 哎 姨 你猜这床是哪的 这是保健床 就是给人家卖的保健品 你啥当都上这当你也吃 哎呀 这个为了健康 姨 上当上当 你猜这个床多少钱 你猜 现在放我不知道别的 给个钱放吧 放多少钱 一万二千多 这家里没个女人行 是不是不行 哎 这床一万两千多 周叔说老伴走了已经整整十年了 真的是好久都没有人在自己的耳边唠叨着了 今天在听着类似的话才发现 这就是自己期待已久的人间烟火器呀 主要想有心情好 高兴 看着这啥子吧 就这种环境吧 真适合 我爸就想找一个爱我的 疼我的 你知道吧 这方面吧 有些事吧 就说这四十大了吧 这人吧 有 有这毛病那毛病 但是我不管啥毛病吧 咱得说 有没有毛病我这么说 你能包容我 你能呵护我 就是这个疫情啊 别在家 哪去不了 就一个人 像韩人那样不能去 这个家呢 也出去都不想出屋了 别的哪是吧啦的 以前我都不 没这个感觉 后来这两个来月 哪是出去别难受 啥也想不了 不能天天看电视 也不能天天 这个我 就看这个看那的 看山长就腻回来 我今天赶紧 还得找一个吧 找老 老婆 说话 落车 不说话 他在旁边 在旁边坐了 也有一个人 他也感觉不一样 一提到两个人 如此相似的孤单 四阿姨和周淑 就像找到了知心人一样 我呀 就是从哪个疫情开始 在屋里头 我说我孩子都离得远 来不了 但是也不一样来 我自己的屋 我除了一个 那个玩的 看那个什么玩儿 看广 听广播 再就一个唱歌 我说我自己 就是在各个屋里头 蹦着 断练 不断练能行 因为这素素大了 你的一堆一堆就完了 所以说自己找乐 来到周淑家以后 注意观察细节的孙阿姨 对周淑的印象分 一直在增加 尤其是这一首歌 合唱下来啊 两个人终于找到了 一点默契的感觉 反正咱得这么说吧 大哥 我就得叫上大哥 不要我没法说这话 我也是尊称 你看看你 你看看你呢 你想了解了解我 你看看你有啥想法 你看你有对我有啥看法 老爸是走病了 反正你要提这个吧 我不想回答你 以前吧 说实在的 我的苦就不说了 说他 代言烂人的就不说了 那个实际说他还 他指的方文这么始终 那个啥玩意 就是说 那咋 反正是感情不合的 就离了 这后期跟我听玩 他们又跟我介绍一个这个 那现在这老头 但是对我挺好 我就挺感觉挺好 就是主要人对我好心 我俩都没了 我现在没啥不得 他有保险没了 就这个 别没了 你还没了 性格爽快 直接的孙阿姨 没有任何忌讳的 把自己的婚姻经历 毫无保留的 都告诉了邹淑 邹淑听后的反应 也让他十分满意 你要不问我 我心里还挺好心 你有的一问 你开多钱 你多大房子 你这帮你房子 你还是帮我公职来的 我可不看到了 对 我就说这个 这是多大 我不愿意听这个 所以说他不问 我要这么说 听我要告诉你这一声 我挺满意这一遍 咱俩不互相 你我们吧 你闹菜 就互相这反正讲话 这都是后话了 他先是就这么 把这话愣下 结果就俩人做饭 他做那哈 这一盘菜 咸的插着 我做了吃 他也累吃 他一个人吃不起来 不在乎过去 不问彼此的经济条件 只看坐在彼此 对面的这个人 是孙阿姨觉得 到了他们这个岁数 自己最期待 遇到的简单的爱情 就是他喜欢这些 我都不烦 他喜欢这些 他游游泳啊 唱歌啊 就这些个吧 我都不反对他 我不喜欢那个 小心眼的 我不喜欢他不开事 你走的 我喜欢他有什么事 还是有话直接说的 我爸就想找一个 爱我的 疼我的 知道吧 就是有一种 就是说 就是走一种 就是说 我挺喜欢你 我特别爱你那种感觉 我就想找回年轻的 那个那种感觉 跟你讲话了 能不能找回来 我也不知道啊 练 不会练 不会练 慢慢练 两个人越说 这心啊 就靠得越近 面对第一次来公主领 做客的孙阿姨 周淑 自然是要尽地主之仪的 有那个巴斯利瓜没有 有 哪一个呗 哪一个巴斯利瓜 他爱吃锅包肉 他爱吃这个锅包肉了 蒜锅的吃不吃 蒜锅的 还酱就不吃 不然我自己不吃 周淑说 刚才孙阿姨 一个点菜的细节 让他胜利 顿时就觉得暖暖的 自己无意间的一句话 竟然这样 被孙阿姨放在心上 把里边不是 这粘吗 交合 是这个鱼翼啊 天哪 贴得啥意思了吗 你刚才还想呢 我说 一般男人不爱吃甜苦菜 就是把咱们这几个人 都联合到一起 我天哪 这话太回头吃了 对呀 来那个奇怪 什么 年轻那点 好像感觉回来了吧 没想到 不善言辞的周淑 还有如此浪漫的一面 希望孙阿姨 和周淑以后的日子 正如他们心中 所期待的那样 甜甜蜜蜜 相处到老 不告诉你大哥 我个家吧 就是说长城市 我是长城市生 长城市长 但是你我没出去过 就是我坐车 就上哪个公园 我就知道生 我家有个生公园 但其他别的地方 我都找不到 不知坐哪一程去 公园吧 来的不是吗 熟悉熟悉环境 可是我这住家人吧 住家人的墓里堂呢 是咱俩 在一起看一看 起居生活 喜欢耐好 这个能整得一块起居 让他们合回来 如果是我认为 没有什么大的矛盾 没有什么圆满的问题 好像应该能合到起来 没啥 今天这个结果 我没行的你来变 挺好 挺好 是不是还好 自己当初没放箭 我们在的东西 尤五号碗 大怪 五号碗 我们在那里 做个 CN 那нем points